他们想让孩子上好学校 却没有门路 房客主动帮忙 胡侠就告诉宋兰了 需要准备20万元 夫妇俩前后支付房客 近50万元打点费 孩子终于上学 却惊动了警察 你们涉嫌伪造公文和印章 勒令你女儿退学 孩子上学的事最终怎么解决 神通广大的房客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2017年夏季的一天 宋兰兰和丈夫在家中吵架 丈夫冲着宋兰兰大叫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工作这么忙 哪有空天天跑孩子的事 宋兰兰也毫不示弱 你天天忙 就是忙着喝酒 如果孩子上不了学 我就和你离婚 不信 咱们明天就去办手续 他们夫妻正吵得不亦乐乎 屋外就传来了敲门声 宋兰兰开门一看 原来是他家的房客 叫做吴霞 吴霞笑着问他们 这么晚了你们夫妻吵什么呢 宋兰兰马上表示道歉 对不起影响你休息了 然后又解释说 孩子下半年开学就要上学了 你大哥天天在外面喝酒 也不管孩子的事 我是个家庭妇女 除了和他吵架 还能干什么 吴霞听了以后 劝他说你不要焦虑 车到三前必有路 孩子上学前 大哥肯定会找到关系的 宋兰兰撇了撇嘴 你不了解他 我说让孩子去好学校 他就说 好学校会给孩子带来压力 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你说哪有这样的家长呢 人家都是学姐脑袋找门路 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他就让孩子随遇而安 丈夫听了以后 马上抗议 说你这是断章取义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结果他们夫妻两个人 又要吵架 房客吴霞一看 这夫妻俩又要吵起来 赶紧来劝架 说孩子上学的事情 他能帮忙想办法 然后就告辞 可这宋兰兰夫妇 为什么会因为孩子上学的事 争吵不休 甚至宋兰兰还威胁丈夫 要离婚呢 而房客吴霞 真的能给他们帮忙吗 原来啊 宋兰兰丈夫工作很好 收入也很高 她家买了一套五室两厅的富士房子 宋兰兰很会过日子 他们自己家住了两间房子 把剩余的三间房用于出租 为了照顾女儿 宋兰兰还辞去了工作 在家中做了全职太太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 她就天天让丈夫托人去找好小学 丈夫就觉得女儿还小 到时候再找人也不晚呢 结果眼看孩子秋季就要入学了 学校呢 还没有着落 宋兰兰这下急了 她就和丈夫不断地吵架 所以我们讲的案发这天晚上 他们的吵架竟然影响到了房客吴霞 宋兰兰听吴霞话里的意思 似乎她能给孩子上学帮上忙 但是她刚和丈夫吵完架 也没有心情和她进行讨论 所以夫妻二人一夜无话 第二天 丈夫早饭没吃就去上班了 宋兰兰把女儿送到幼儿园以后 她就眼巴巴地坐在客厅里等吴霞 吴霞起床以后 宋兰兰殷勤地给她沏咖啡 热牛奶拿面包 而房客吴霞 安然地享受着女主人热情的服务 吃完饭以后 她对宋兰兰说 宋姐啊 我家是教育世家 父母都是当老师的 虽然他们现在已经退休了 但是他们在教育界还是有点关系的 你孩子要上哪一个学校 你告诉我 宋兰兰听吴霞一说 她家是教育世家 她就急忙把自己心意的学校告诉了吴霞 吴霞听了以后说 我租你家的房子 实际上就是我父母从小教育我的结果 他们一直培养我独立生活的精神 然后吴霞还就孩子如何教育 发表了一篇红论 然后宋兰兰听了以后 这真是知音 所以他们两个人一拍即合 宋兰兰就恳切地拜托吴霞 帮忙给孩子找个好学校 吴霞也爽快地答应了 这真是天上掉下个好房客 宋兰兰不由地对房客吴霞刮目相看 其实夫妻俩背后曾议论过吴霞 看她平时穿着讲究 谈吐优雅 觉得她家庭条件应该不错 为什么还要在外面租房 现在看来 是吴霞的父母 想培养她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让宋兰兰对吴霞深信不疑 并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吴霞上班以后 宋兰兰就给丈夫打电话了 告诉她已经拜托吴霞给孩子帮忙 丈夫听了以后 马上就表示 金局之事 要人出人 要钱给钱 当天晚上 宋兰兰就请吴霞共进晚餐 吃饭的时候 吴霞就告诉宋兰兰夫妻 我父亲愿意出面帮忙 准备去找教育局的领导 宋兰兰听了以后很激动 表示你需要什么 尽管提 吴霞听了以后 点头说 宋姐 你和大哥你们是明白人 你要带着包去跑事 而且礼节走到哪 我跟你说 事情就好办多了 宋兰兰丈夫非常同意 现在很多事 不送礼确实办不成 有时候你想送礼 你还不知道往哪送来 在吃过饭以后 宋兰兰就拿出了三万元给吴霞 说让他拿去办事 不够了再说 吴霞也没有谦让 接过钱以后向他们承诺 一定会把事情办好 房客吴霞托父亲疏通关系 张口就要二十万元 宋兰兰给了钱 却联系不上吴霞的父亲了 就在宋兰兰胡思乱想的时候 吴老师在群里说话了 孩子上学的事情已经办好了 宋兰兰夫妻俩安心等待学校开学 却不想出了岔子 孩子上学的事黄了 而吴霞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夫妻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房客吴霞又狮子大开口 让宋兰兰再拿二十万元 夫妻俩咬牙拿出了钱 接下来孩子能顺利上到好学校了吗 第二天吴霞建了一个微信群 宋兰兰发现在这个群里面 除了她和吴霞以外 还有一个是吴霞的父亲吴老师 激动之余啊 宋兰兰也把自己的丈夫拉进了群 他们夫妻在群里 对吴老师是千恩万谢 当天下午 吴老师就在群里爱她了宋兰兰 说自己已经和教育局领导打了招呼 领导没有拒绝 事情应该能办成 接下来就是人情世故了 宋兰兰清楚啊 她马上就回复 万分感谢 需要多少钱 您老人家直接告诉我 吴老师在微信里说 你们和我女儿吴霞面谈吧 微信上不好讲 当天晚上 吴霞就告诉宋兰兰 办成这个事需要准备20万元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不出意外 宋兰兰就和丈夫商量怎么办 他们看了吴霞微信的朋友圈 他们发现吴霞的生活非常高雅 经常出入民园会所 不像是一个骗子 他们也明白啊 你要想上好学校 现在人很多 竞争很激烈 关系不硬 那你就得拿钱上 为了保证女儿能上学 他们就决定 给吴霞20万元的活动费 宋兰兰当天就将这20万元 转账给了吴霞 吴老师晚些时候啊 她也在微信群里 让宋兰兰两口放心 她明天就去落实 宋兰兰和丈夫很感动 觉得吴霞妇女真是热心人 办事效率这么高 不料连这几天吴老师都没有消息 宋兰兰有点急了 她又找吴霞 吴霞说这几天自己也联系不上父亲 正准备回家去看看 宋兰兰不由得心一沉 难道吴老师身体不是出意外了 还是宋女出事了 或者见钱眼开跑吧 就在宋兰兰胡思乱想的时候 吴老师在群里说话了 她解释说自己的手机坏了 这是个老手机 维修必须从生产厂家进零件 所以手机刚修好 孩子上学的事情已经办好了 宋兰兰这才明白 自己误解老先生了 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父 她心里就觉得格外过意不去 和丈夫商量 请吴老师吃顿饭 表示感谢 吴霞看到他们夫妻盛情难缺 最后就答应回家征求一下父亲的意见 后来吴霞告诉宋兰兰 她父亲看到他们盛情邀请 同意来吃饭了 唯一的条件就是这顿饭要在家中吃 不能到饭店里去吃 于是宋兰兰就精心准备了好酒好菜 老先生在吴霞的陪同下来到了宋兰兰家 只见她老人家呀 头发银白 气质不凡 说话得体 对孩子上学的事格外热心 让宋兰兰两口感谢不已 从那以后啊 孩子上学的好消息就频频传来 吴老师告诉宋兰兰 教育局领导已经给学校的校长交代过了 而且孩子分的班级也确定了 宋兰兰和吴霞呀 两个人因为这件事也像亲子妹一样往来 宋兰兰陪着吴霞去逛商场 给她买名牌衣服 买名牌的包 宋兰兰和丈夫啊 他们心里已经认定 女儿上好学校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 女儿已经从幼儿园毕业了 而且她上学的事啊也已经有了着落 宋兰兰就考虑 女儿一上学以后就没有时间玩了 就决定和丈夫带孩子出国玩一趟 然而等他们封尘工夫从国外回来 吴老师却告诉他们一个坏消息 孩子上学的事黄了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顿时把宋兰兰夫妻打懵了 马上就要开学了 这叫他们如何是好 晚上 吴霞回到了家中 他告诉宋兰兰两口 说他父亲呢 现在每天还在外面找关系 你放心 孩子一定能上学 只不过你们在国外旅游 这个消息啊 没法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怕影响你们的心情 宋兰兰和丈夫听了以后 没有办法呀 他也只能拜托吴霞妇女再帮忙啊 一个星期以后 吴老师告诉他们 已经找了几次那个校长 那个校长啊 最终终于表态 领导换了 他也愿意继续帮忙 宋兰兰一听 孩子上学的事还有希望 那就急忙问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吴老师啊 说你们和吴霞商量吧 而吴霞呢 也直言不讳的告诉他们夫妻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校长现在上面有新来的领导 原来那二十万元是给了老领导 人家新领导能不能帮忙 现在啊 还不敢肯定 所以你要想让新领导帮忙的话 还要给他送礼 这样更有把握 宋兰兰和丈夫这个时候有点犹豫了 为了女儿上学的事 他们已经花了二十多万元了 现在还要给校长再送钱 再打点新的领导 而且送礼都是通过热心的吴霞妇女送的 如果办不成了怎么办 再张嘴要钱也不好意思啊 毕竟人家是帮他办事啊 吴霞啊 看出了他们夫妻的犹豫 就劝说道 孩子上学啊 是一辈子的事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我和父亲跑来跑去 你说我们为了什么 不都是为了这个孩子吗 宋兰兰就问 那现在送这么多钱 有把握吧 吴霞就说 你放心 我们现在送的钱 就是送到他要心动 所以你低于二十万元 这个事就不大好办 宋兰兰和丈夫咬了咬牙 就做出了决定 为了孩子上学 豁出去了 再拿出二十万元 给校长和新来的领导送礼 钱他们转给了吴霞 而且钱果然是个好东西 几天以后 吴老师在微信群里就说了 校长已经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 然后他又把这个校长拉到了微信群里 说你送兰兰两口 有什么要求 也可以直接对校长说 宋兰兰和丈夫啊 对吴老师自然又是千万谢 对那个校长啊 自然也是千万谢 而且校长在微信群里也明确表示 说孩子上学所有的事情 我都会安排好 你们就放心吧 宋兰兰和丈夫啊 这样她这一颗心啊 才终于算是落了地 为了表示对吴霞的感谢 宋兰兰要免去吴霞的一年租金 不想这个时候啊 吴霞却说 我父母年纪大 身边离不开人 因为你这个事我回家了几趟 我发现父母干活都很吃力 所以我要退租 搬回家中住 宋兰兰和丈夫这样一听啊 也不好意思强留啊 就热情地给吴霞白酒送行 然后呢 宋兰兰夫妻啊 就在家安心等女儿上学的通知书 不曾想 这中间呢 又出了幺蛾子 宋兰兰夫妻俩花了近五十万元 终于让孩子进了好学校 却出了意外 所以他们只好晕头八脑地 办完了孩子的退学手续 结果就被警察带到了公安局 接受训问 很快 房客吴霞被抓捕不一样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自编自导的一出戏 吴老师 是吴霞花钱 在公园里请来锻炼身体的一个老头 直到吴霞被抓捕归案 宋兰兰夫妻俩才知道被骗了 那么夫妻俩被骗的钱还能要得回来吗 孩子上学这个大事该怎么解决 神通广大的房客 法律讲堂正在 9月1号以后 学校已经开学了 宋兰兰仍然没有收到孩子的入学通知书 宋兰兰就在微信群里问吴老师妇女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问校长是怎么回事 校长不回复 吴霞表示这两天我一直在盯着这件事 宋兰兰这个时候就觉得 吴霞承诺的那么好 事到临头 他总是办不成 心里就开始起了疑心 怀疑这个吴霞在里面坐了手脚 说不定他就是一个骗子 现在已经花了近五十万元了 孩子还是上不了学 他就和丈夫商量怎么办 丈夫就劝他等几天看看情况 因为这群里有吴霞妇女 还有校长 还有前面教育局老领导 要说他骗也不能把这些人都骗进来 所以 丈夫就告诉他 如果孩子上不了学 那么我们就要在群里毫不客气地开口 让他们把钱退回来 如果他们不退 我们就到公安局报案 晚上已经退租的吴霞 我爸来到了他们家 他拿出了一封信 递给了宋蓝蓝 说孩子的名额 这次是被大领导安排的人给挤占了 所以校长在微信群里也没法说这个情况 我爸又给孩子找了一所新学校 现在先以戒毒的方式入学 等到下学期以后 再把孩子的学籍转过去 这也是通过关系 让教育局出了一个函 你们明天拿着这封信 带孩子去报到就可以了 宋蓝蓝夫妻听后喜忧参半 忧的是花了这么多钱 孩子最后还是不能入学 喜的是什么呢 已经开学了 眼瞅这个事要黄了 现在能够去戒毒 而且戒毒这个学校也是一所名校 下学期再转学籍 那也是一条路 好学校毕竟少 而且竞争非常激烈 宋蓝蓝理解 这个事情非常难办 看到这个公函的落款处 有领导的签字 还盖了教育局的公章 他们心里多少得到了安慰 第二天 宋蓝蓝和丈夫带女儿 就去了学校 校长看到介绍信以后 二话不说 就安排人帮孩子办了戒毒的手续 孩子终于上学了 宋蓝蓝这颗心彻底放下了 可是孩子上学一个月以后 突然有一天 有人语气生硬地打电话 通知他们夫妻 马上去学校一趟 接了这个电话 宋蓝蓝隐约感觉孩子出事了 当他们匆忙赶到学校后 竟然发现还有警察在等他们 校长告知他们 学校已经报警 因为他们涉嫌伪造公文和印章 并且勒令他们的女儿马上退学 现在就办离校手续 宋蓝蓝和丈夫顿时蒙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们只好晕头巴脑地 办完了孩子的退学手续 结果就被警察带到了公安局 接受讯问 到了公安局以后 他们一五一十陈述了事情的经过 警察马上就拨打了吴霞的电话 没想到吴霞在电话里一听 是公安局通知他去 立刻就挂断了电话 那毫无疑问了 吴霞以及他父亲等人的行为 其实已经涉嫌了诈骗犯罪 鉴于宋蓝蓝和他的丈夫 实际上是这个案件的受害人 所以他们在被警方讯问以后 释放了 很快吴霞就被抓捕归案 办案民警通知宋蓝蓝和丈夫 去做询问笔录 到了公安局以后 他们得知案情又大吃一惊 原来 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只有吴霞一个人 所谓吴老师 就是吴霞的父亲 什么教育局老领导 以及校长 其实都是吴霞一个人在微信里面扮演的 那一天到宋蓝蓝家吃饭的吴老师 是吴霞花钱在公园里请来锻炼身体的一个老头 那个老头当了所谓的演员 经过警方的调查 吴霞生于普通的市民家庭 他从小就爱慕虚荣 总是希望能够不劳而获 因此他天天在生活当中扮演白富美 想借此攀上高富贵 在租了宋蓝蓝家房子以后 他发现他家经济条件很好 不愁吃不愁穿 房子又住得这么大 现在每天在为孩子上学的事 而发愁 并且表示不惜血本 于是他就决定以此为借口 在他的身上赚一笔 吴霞就谎称自己是教育世家 父亲认识教育局的领导 能搞定孩子入学的事 并且在微信群里 还分别饰演了父亲和校长 以及领导的角色 让宋蓝蓝夫妻相信 孩子上学的事在有效推进中 为此他骗取了巨额的款项 当事情要败露之后 他就算计着 戒读不是转学籍 学校一般都会接受 反正你给学校交钱 你又不占他的指标 他只要有座位就行 于是他就伪造了 教育局的公文印件 让孩子以戒读的名誉入学 想以此蒙混过关 没有想到 直理终于包不住火 学校在向教育局 报戒读生备案的材料时 他伪造公文印章的事情 露出了马脚 开庭时公诉人认为 无暇的行为构成了诈骗罪 和伪造公文印章罪 应当数罪并罚 而无暇的辩护人辩解 虽然无暇的行为 分别触犯了两个不同的罪名 但是伪造公文印章 只是他实施诈骗的手段 属于牵连犯罪 应当责以重罪处罚 那么这两种观点 哪个更符合 事实和法律规定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法律焦点 牵连犯 看一看 通过这个概念 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 牵连犯 是指出于一个犯罪目的 实施了数个 有牵连的犯罪行为 而且分别触犯了 数个罪名的犯罪 对于牵连犯 我国刑法 除了已有规定以外 一般都不实行宿罪并罚 而是挑一个最重的罪 进行处罚 以此结合本案 我们可以看出来 被告人无暇的诈骗行为 实际上通过第一次的20万 中间的两部手机 后面的20万 他已经完成了 只不过他是为了掩饰 他这个罪行不要暴露 他又伪造了公文印章 那这个行为实际上是什么 为了逃避追究 和他诈骗犯罪 没有目的和手段的牵连 他和诈骗犯罪 应当按照两罪认定 并且诉罪并罚 法院在审理了本案以后 经过合议认为 本案的被告人 无暇的行为 已经分别构成了 诈骗罪和伪造公文印章罪 应当诉罪并罚 建议他诈骗数额巨大 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 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那么我国刑法第280条还规定 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 毁坏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这样的法律规定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无暇 有期徒刑八年 并处罚金三万元 以伪造公文印章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最终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是九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 被告人无暇没有上诉 他为自己的犯罪行为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宋兰兰没有想到 他和丈夫为了孩子上好学校 竟然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结局是被骗子玩得团团转 最后他们只能根据 当地教育局的规定 在学区内给孩子找了一个 普通的学校 但是经过这样一番折腾 我们可以想象得见 孩子虽然上了学 但是孩子的心理和学业 也必然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观众朋友 宋兰兰和丈夫为了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 相信了骗子无暇的承诺 不但被骗缺了巨款 还耽误了孩子的学业 爱子之心 人人有知 但是要遵守规则 量力而行 宋兰兰这种为了实现 愿望不惜一切的做法 自然给骗子无暇行骗 提供了可乘之机 所以在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中 作为公民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什么事情可为 什么事情不可为 好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要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请关注栏目公众号 再见 深夜 男子的手机定时来电 声音听起来不难不满 阴阳怪气 我会一直给你打电话 你必须听我的 警方顺藤摸瓜 却发现来电号码主人早已去世 这不接电话 一宿竟有上百个未接来电 骚扰电话的始作俑者被找到 他疯狂骚扰对方 目的何在 深夜响起骚扰电话 下期播出